《生命記》 各位弟兄姐妹早晨 我是馬榮儀牧師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經文是 《生命記》十七章十四至二十節 相信大家都會記得 《生命記》主要的信息 是摩西在他不久 行到服侍的終點的時候 苦口婆心的 向著第二代出埃及的以色列文 講解 當他們進到英許之地之後 要如何遵守天父和以色列文 所立約中的原則和條例 今天我們看到的經文 主要是教導有關軍王 應守的原則和條例 神一早就已經預知 以色列文會有一天 要求神為他們立一個軍王 治理他們 好像列國一樣 而這件事情後來果然 發生在薩姆爾做士師的時代 當時薩姆爾已經老了 而他的兒子又不遵行神的賭 因此 百姓就要求薩姆爾 為他們立一個王 治理他們 雖然神和薩姆爾都不喜悅 因為這其實是百姓嫌棄神做他們的王的表現 但神仍然容許這件事情發生 吩咐薩姆爾 依從百姓的請求 並且神期望 被立的以色列軍王 作為管理神子民的代表 而要成為神眼中合格的軍王 摩西得賭神的吩咐 在這裏預先講述 祂必須要符合以下七項的要求 首先 祂必須要神親自從以色列民中選出來 以色列局 之中有不少職位 以色列民都可以自己選出來 但唯有軍王先知祭司 是神親自任命的 而軍王不可以是外邦人的原因 很可能是因為 恐怕外籍的軍王 會奴役以色列民 好像法老王一樣 而且他會將 他敬拜的偶像 和敬拜偶像的方式 引入以色列民中 使得百姓遠離神 第二 他不可以加添馬匹 和不可以帶領以色列人回埃及 這表示 王要有勇氣和信心 以靠看不見的神 多於看得見的兵馬 而當時埃及是最多馬匹的 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 可能是指以奴隸換取馬匹 或者與埃及聯盟 以增加國力 三 他不可以為自己多納非殯 這不僅是表示他要對婚姻忠誠 更是因為當時的軍王 為了要得到政治的利益 而常常與其他幫國的公主聯分 而增加他的勢力或影響力 這不僅是軍王 不願意單單倚靠神的表現 而且那些異國的妃嬤 也很容易將他們國家所拜的偶像 引入宮廷 使得軍王和神僕陷入敬拜偶像的危機 因此神禁止軍王為自己多納非殯 四 他不可以為自己多積金銀 神不容許軍王為自己多積金銀的原因 都與以上神不容許軍王為自己加添馬匹和妃嬤一樣 神希望以色列軍王學習倚靠神 多於倚靠看得見的人物和財寶 五 祂要為自己抄錄律法書 並且要平生中讀 這就表示以色列軍王要熟讀和學習律法書 不可以以無知作為得罪神的藉口 六 祂要謹守遵行 這個律法書上一切的言語和律例 這也表示祂要敬畏神 純福地依照神的命令 來治理百姓 而不是自己為所欲為 或者縱容 或者遷就百姓的喜好 七 或者最後 就是祂要懂得謙卑 雖然百姓在祂治理之下 但是祂不要忘記 百姓是祂的弟兄 祂不應該自視覺高 而是要以愛心來治理百姓 讓他們可以活在一個公平公義的社會裡 見證神的美善 摩西列出七項條件之後 也告訴他們 神有一個應許的 就是如果以色列民遵從神以上的吩咐而行 他們的皇和皇的子孫 就可以在以色列中 和在個國位上 連長、日久 不過很可惜 從以色列人的歷史裡面 我們看到以色列的君王 但也辦不到神的要求 例如以色列第三位君王 所羅門王的時候 他已經為自己大天馬匹 大積金銀和多納非稟 他立了極壞的榜樣 之後不少以色列的君王 都出現相同的毛病 導致以色列境內偶像臨立 君王都依靠外邦勢力 而不依靠神 道德又敗壞等等這些毛病出現 最終帶來以色列的滅亡 今天的經文雖然是教導以色列君王 要遵守的律例和原則 但這段經文的教導和提醒 對我們每個人都是很寶貴的 經文提醒我們 都是同蒙神簡選 可以在不同崗位服侍祂的人 全部都是神的恩典 所以我們要懂得感恩 我們要善用所有的人力物力 物力和財力的資源 但是千萬不要忘記 我們要依靠神方能成事 當我們有需要與非基督徒交往 或者合作的時候 我們要特別警醒 小心不要被他敬拜的偶像所影響 導致我們落入對神不忠 或者遠離神的危機 現今我們很容易就會接觸到一本聖經 說許我們也未必有必要自己抄寫一本聖經 但我們要像以色列君王一樣 要平生中讀聖經 學習神的話 並且學習敬畏神 謹守遵行神的話 如果我們是做領袖的 我們要更加小心自己的言行 不要自視過高目中無人 反而要謙卑自己以愛心帶領所 領導的群體 耶穌基督就給我們最完美的榜樣 祂是宇宙真正的大君王 但是祂卻願意為門徒洗腳 為我們眾人受死 救贖我們 最後我想以耶穌基督 在馬可福音10章 42-45節 向門徒所說的一段話 結束我今天的分享 耶穌叫他們來 對他們說 你們知道 外邦人有尊為君王的 治理他們 有大臣操縱滿足他們 只是在你們中間不是這樣 你們中間誰願為大 就必作你們的用人 在你們中間誰願為首 就必做眾人的伯人 因為人子來 並不是要受人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並且要寫命 作多人的屬假 好,我們一起祈禱吧 親愛的主耶穌 感謝你為我們立下 最完美的領導和服侍的榜樣 求主幫助我們 不要怕做領袖 不要怕做大領的工作和服侍 但是求你幫助我們 願意立志平生而設的 去學習你的話 敬畏你,倚靠你,謹守遵行你的吩咐 又小心各樣偶像的誘惑 以謙卑和愛心去服侍人 援繞你的名 我們這樣去祈禱 感恩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字祈求 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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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門